我是穴 現在我在螢火蟲的萬戰這邊 今期他們內部搞了第二屆的模型交流賽 我就藉著這個機會帶大家過來看看 有什麼新奇、好玩、有刺激的東西 我們先過來看看展品有什麼 你好 你的麥克風 你的麥克風 你們正在研究你們的老婆 小姐姐 這隻是螢火蟲的一個特別製作的機梁小型 很可疑 有沒有什麼時候說量產 應該是孤品 孤品 好 第二件是 先來介紹這次我們還望的嘉賓作品 首先是天星工作室的2017年GBWC世界貴軍 以致兵的飛光 厲害 之前看過實物 現在再看依然很震撼 然後再到2023年的GBWC 魔形王世界亞軍 我們天區工作室的明哥的 雅巴畫枯公防戰 我印象中當時萬代武華 拖到今年4、5月才回來 算過星期才回來 對 我還不看 好 就到我們的作者最後的月牙天聰 龍哥製作的神話 龍神 他當時好像是華納術軍亞軍 華納術軍亞軍 我終於知道為何萬代今年要取消分居賽 再到我們去看看這個WH營火蟲模型賽的作品 好 你們今次和我還合作辦第二屆龍神 天聰工作室 對 我們現在主要是負責協辦 他們去做這個比賽的環節 今集中有多少款模型參賽 大概有180多件 180多件 好 我們欠時間 我們先來看看 這裡有三個比賽組別的獎盃 數完得了 我們看作品 然後再到這裡 這是什麼區 這裡是我們一些評委的展示出來的作品 哦 就是這些展示不參賽的 是啊 我們可以大概一整個 分別是我們三個老師 和邱淑坤哥他們的作品 哦 就是和參賽者說 你們的水平起碼要到這種level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會過來參賽 那 就以這種作品的完整度去做這個目標 再到我們這裡 就是我們的大學生模型協會 的模型協會 一個地球宿舍LINE的作品 好 下面這些全部都是他們的作品 是啊 是 這個也是過來這邊參展 但不是參賽 都是屬於參展的 好的 下面這個 很帥 我喜歡他的創意 那我們再往參戰區看看 好的 這邊就是一個小小的 那過來這邊 先到這個區 那麼我們先來看看 這裡有一個海之椅 再過來就一個椎機型格帽 好 然後再過來一隻 五星文鳳的一個珠K 還有一隻 在下面看就是 這個零零Wizer 然後再到HG的 這隻炎型高達 還有一隻GTO元祖的場景 還有一個強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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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國產的無限位度 或者是木鷹 啊 然後下面 再往下看是一個巴巴托斯的頭雕 這個就是一個自由高達的場景 這是一個GK套件 這是一隻TR3 南瓜餅 再往前就是這個急步的小場景 大比翁高達 還有一隻白色急白色的圖裝 還有另一隻卡克 再到這裏就是一隻京寶飯的場景 還有一個小改的劫絲塔 再到這裏有一個銀彈的改的細節改造 再到這裏有一個核心高達 天皇七 下面 變成我們的二零高達 然後再到這隻重裝鴨豬海牛 這個始終也是熱點中的熱點 再到這裏就是一個劫絲塔的海聲 然後再到這隻糧鏟鏟 好 又是我們的一字豬二零高達 是 摘下來了這個作品 是一個主天使加上一個布料機 一個混搭的作品 給我的感覺有少許CPR 是啊 對 這個作者的想法真的不錯 我們再往後看一隻京寶飯 食環的改色 食環 然後再到阿斯特拉高達 好 再到兩種不同圖裝風格的 輕鬆子高達 嗯 然後再到我們的閃電熱癥 好 然後就是一隻抱著C4核彈的零豪機 是 然後再到完美強集自由高達 是 我們的老朋友圓組 圓組 最後就是這些狼豬的改造 好 後面就站著一個神高達 那它的作者的心機挺有的 然後再到這個場景 好 我們再往前看 先看看 那這個是一隻HG的鐵訣 是 一個托魯基斯儀的風格的改造 再到一個國產的一個空雷 嗯 然後再到一個獨眼渣的小場景 獨眼控之外 然後就是我們一隻SD的阿斯特高達 嗯 鴨豬海盜 嗯 然後還有這個重炮手高達的一個改造 嗯 然後就是一隻白色和一隻原色的鞋 給我看 這個劇情有一點點類似那個兵劍的類似 是啊 這個作者應該是一個W粉 我也是 那再到這套 這個就是一個國產的創世 加上牛高達混搭出來的一個高達 再加上一個場景 上面有一個狼豬 對 這個作者是幾有想法的 厲害 然後再到一隻五一豬K的培薩 嗯 然後又是一隻高達的 一隻渣古的場景仔 是 我們的老朋友 巴巴特斯 再來就是這個阿斯特洛 紅藍兩個機的一個場景 嗯 然後就是一隻高達MT-1的GK 好 還有原祖軍 嗯 然後再到我們的這個地隱形 魔洞王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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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伊林 然後就是一個動態姿勢都頗有張力的一個海遊高達 是的 還有一個暗黑風格塗裝的巴巴特斯 是的 然後再到這個SD的新安州加吉安浩的一個改造 厲害 然後再到我們這個HG的TR6 好 然後GM戰機 是 然後再到我們這個FA超銀河高達的一個改造 好 然後就是核心高達 又核心高達 厲害 然後這個就是水星的外轉高達的一個改造 好 那再下來這隻就是空中霸王高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有印象 但是不清楚其他人的東西 有一隻跌低了的靈天士 好 放多些藍兵膠 對 然後再到一隻Facing自由高達 好 好 我們再往這邊看 到這邊 接下來的這個就是一隻 一個魔洞車 加上一隻風靈高達的一個改造 然後這個很棒 接下來的這個很厲害 就是一個全手童的完美強襲的作品 是 厲害 然後再到這個京保辦 京保辦 OK 接下來是一個國產的一個先驅而行 接下來就是吉隆浩卡超 接下來是一個UC的一個場景 好 我們來看看 又場景 但這場景都很少 就是一個UC的傑斯塔加爾巴士的場景 是 接下來這個我也很喜歡 哇 這個很經典 就是一個持有VS密充的場景 被人攔腰斬著 然後下來就要 好 再進來就是這隻Edge高達 裡面的Edge三軌道形 嗯 再到就是三個 現在系列的SD 然後就是水星的全靈奇兵 的一個陰影途中 嗯 好 再來看就是這隻 鋁布的自尖高達 哇 我看到它是用HIRM2來製造的 對 這個作者是個實機有原創的思維和風格 厲害 再到自由高達 好 然後就有一個加上黑線細節的Edge Plus 是 然後天食高達 好 再往前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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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到這裏就是Coby哥的北口正面高達 嗯 然後一隻純白騎士 純白騎士 這隻真是很厲害 哇 就到我們的阿斯特拉 超卡阿斯特拉 來陣 厲害 MG的男兒端 好 接下來就是004小強 還有Double O Riser 哈哈 隨便 我有一家人 最重要是齊齊整整 接下來這個就是 哇 這個型 這個我是我們的KYO老師 做的一個HG明雲奏詩形 哦 他插了多少個件 還有插了多少膠板 他是用了大量的膠板 去收這個比例和細節 厲害 再到我們的海油高達 白色 還有一隻浸蕩膜 在這裡 在這裡 OK 然後再到我們的這個痛牛 然後常山趙子龍的巴巴特斯 是 再到一隻HG的有改造比例的驅龍人 嗯 然後再到就是一隻HG的金寶蓋 一個渣小的小槍頭扭蛋 好 然後再到一個以前的塗裝的白幫和角獸 好 再過來都是我們COBY老師的這個 革命機連拳的一個改造 嗯 然後再到一些小比例的渣古 嗯 然後 再到這個做了燈光改造的一隻PGU 那他的電池沒有電了嗎 他應該是沒有著 到時候可能平軌平花就繼續著著 好 然後再到一隻RG神高達 水星的魔女 阿爾法獸 還有一隻BB騎士高達 還有一個零零高達的場景 然後還有一個人類的小場景 好 下面 五星物魚 再到下面就是五星物魚的黃金騎士 加上他的兄弟爆炸頭 再到奧津 好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肌量組 那肌量組呢 我們就交給三文老師 哦 三文老師 拿個麥克風 拿個麥克風 好 謝謝 有什麼人玩呢 這期 首先看到一個蘇佐改的早前 嗯 之後有一個蘇佐 然後搭了好的裝備 然後就是一個和魚 搭了一些裝備 這個厲害 就是Toby哥的Jector 好 好 波風真的小龍 好 好厲害 這個製造 馬超肌量 馬超我經常看到馬超 好的 有一個狗尾 狗尾 好的 來這邊看 這個質感很漂亮 還要搭水景 對 有一個混搭機梁 好的 好 和月 哇 好 杜爾加爾 好 下面 一個槍手機梁 自己改了頭髮 好 好 文內姐姐 萬代 萬代張醫生 對 小魔 這個配色好像天使 天使一樣 對 就打一個反差 對 對 好 打牌應該都知道的了 找不到 這個 軍無小場景都有啊 金奇 對 碘水 一個戰錘套裝 好 還有這個 達克斯 踩著卡扁拉達 厲害 還有一個 人形的套裝 竟然沒有露點 一個GK的初號機 好 金格龍秀 金格龍秀 有一個人形的套裝 好 下面 好 萬代的明日香 明日香 刺血戰士 刺血 立刻 好 好 有一個戰錘的套裝 是 這個 這個就不太看得明白了 說真的 但是 它現場看上去真的好像真的 質感很薄 很漂亮 這個又是怪人在這裡 奇怪物語 好 還有這個 異形的套裝 下面 有一個人 對 有沒有打街機 奇奇打,從小玩到大 街舞 好 有兩個人形的套裝 好 一個小戰材 中城 下面有一個鐵圈 有一個鐵圈 是 還有一個鐵圈 是 原來這邊有場景 一個獵夫 搭了很多機廚珠 拆了多少個套件 不數不清 好 到這邊 手的天使 手的天使 還有景 又到手的禍園 搭物大都 禍園 接著最後來到這裡 最後一個 兩隻紫薯 一中兩件 是 我昨天又看到很多紫薯 可以穿雲機那邊 是啊 到店水 好 我想問一聲你們 今期你們這個活動 大概搞到什麼時候 一到四號都有剪七 一到四號 到四號下午有作品的頒獎和典型 那 我們三號拿著評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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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評分工作 那再到四號 就會在我們營火床的大舞台 進行一個頒獎 啊 頒獎 那就預祝你們的模型展 順利舉辦成功 好 多謝多謝多謝